我想問三大姐是怎樣會想要創立那樣這個品牌的 其實我之前在微博上面也發了 其實起源於之前在清華的設計學院他們的學生的畢業作品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興趣 剛好在2017年我有機會拿到了成和獎學獎 然後在那個學校我就看到很多年輕人 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想法 然後很多世界平台都會在那個地方去找新的靈感 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創立一個平台 就是讓這些比如說我們學校很厲害的同學 還有那個年輕的設計師有這樣一個平台去設計 他們就是想要設計的服裝 包括我也請到了很專業的人士 比如說Bini姐還有蘇瑪姐來就是把控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是建立了這樣的一個平台的東西 那想問一下就是在平台的運營當中你是扮演怎樣的一個角色 並且就是相較於主持人 你覺得在心態上會有發生怎樣的一個變化 其實我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做這樣的一個平台 因為我覺得專業的事情要讓專業的人來做 所以我是很有興趣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也可以在這樣的事情裡面就是找到很多的論序 但是因為這個是專業的事情 但是因為這個是專業的事情 所以我請到了學院 包括意大利學院的院長今天也來了 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同學 包括很多很厲害的時尚界的來講座 所以我只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些年輕的設計師 那姐剛剛說到在意大利有學習一下 你在校園裡應該是很很新人的角色 有沒有在遊學期間一些比較有感觸或者有趣的事情 其實開始的時候我其實是比較擔心那個語言的問題 因為是意大利 意大利嘛 開始就也請了那個翻譯 後來我發覺在學校裡面其實很多時候完全不用翻譯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就是 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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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沒叫我一聲嗎 我問我自己有嗎 等一下 你稍等 你現在才喜歡她 我們現在是時尚嗎 你待會才喜歡她 沒到我呢 我剛才問我說那姐 那姐可不可以把這個問題回來了 那你先說吧 他沒講完 我講完了 你當時覺得他語言普通 但是後來你發現 是 發現交流沒有問題 因為同學都是在用那個手複 然後他們這個剪剪 包括他們畫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看 很細膩 感受的 所以就是整個過程我是覺得吸收了很多新鮮的東西 因為是跟我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那也給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就是不一樣的樂趣 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這一季的亮點 我覺得這一季的亮點大家就是待會兒看秀 給大家一個那個這個期待吧 然後我也說因為這是第一次 然後我們的設計師也是年輕很年輕的設計師 所以希望大家給他們多一些的鼓勵和支持 然後要多多包含多多幾下 想問一下格拉老師 今天是娜娜的大秀你有什麼 你不想對娜娜說的嗎 娜娜的大秀 今天是娜樣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其實我個人更加感動的是娜娜可利用 她在幾個年輕人當中的號召電台位同樣是很多年輕的 然後在尋找機會的設計師們搭建平台 而且呢 據我了解是在那樣就是如果在創作方面設計方面 包括銷量方面亮眼的設計師將會得到 其實是平台的平台的支持會有擁有自己的個人品源 所以我個人更覺得那樣就像是一個年輕人起飛的一個跑道吧 所以我覺得娜娜在現在已經有了一定的程度之後來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非常給她驕傲的 哎呀你比我說的要全面的 你們說的這麼走心我就晚一點過 那身邊的朋友有給到娜娜什麼支持 でしょう